大家好,欢迎来到Diana的美食频道 今天用平底锅来做家庭版的快手玉子烧 滑嫩又可口 先准备三大勺的葱物,备用 四个大号鸡蛋破筛 普通砂糖一小勺 生抽一小勺 米酒一小勺 盐一克 三大勺的葱末 两大勺的牛奶 全部放到鸡蛋液里面 搅拌匀称 平底锅用小火加热 刷一层油 倒入大约三分之一的鸡蛋液 鸡蛋液煎到八分熟后 卷起 挪到另一边 在锅中空出的位置 再刷一层油 将剩余的蛋液分两次倒入 用同样的方法卷起来 中文字幕后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稍微整理一下形状 切好后分盘 原味已经很好吃 配上番茄酱更加美味 快手又营养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关注是我前进的动力